论与别财修养上的三叉路口 南怀锦讲述 下面是讲个人修养的问题 凡持从由于五余之下 曰 敢问崇德 修特 便或 子曰 善哉问 先是后德 非崇德语 攻其恶 无攻人之恶 非修特语 一朝之愤 望其身以及其亲 非或语 凡持是孔子学生 五余 犹如现代的交易厅 有一次 他跟孔子在五余之下 向孔子请教三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崇德 充实自己的修养 这个德字不一定做道德奖 以现代观念说 如何使自己的心理 精神 修养到高深的程度 第二修特 就是如何改进自己内心思想 情绪 第三变货 怎样才不至于糊涂 怎样才是真正的有眼光 有智慧 看得清楚 这是人生哲学的大问题了 这三句话如果严格发挥起来 非常费事 现在我们先研究它的意义 第一点 崇德 这个德 旧的观念就是德业 以现在来说 怎样养成很有教养的气质 说到气质 风度这些名称 在前面也多次说过 经常没有办法做确切的说明 但有没有气质这个东西 它有的却是有 这是从内心发出来的 有如何的教养 就形成如何的气质 也有人天生就具有特殊的本质 不过还要加以力学的培养 所谓崇就是推崇 崇德就是如何把内在的气质 培养到崇高的境界 姿势体大 可不简单 据一个唐人笔记小说的事例来说 如唐初李静 红服女 求然克等风尘三侠的戏剧故事 那正是南北朝到隋唐之间 天下大乱的时代 当时想起来革命 创功立业的人很多 红服女不过是隋朝一位大臣 杨素家中的一名佳绩 而李静这位唐代的开国大将 在这时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 还很倒霉 投奔到杨素那里 希望当一个职员而已 可是小说中描写武功很好的侠女红服 一线到李静气宇非凡 就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 而与李静私奔 有一天 他们两人住在旅途客栈中 红服女正在化妆梳头 长发及余地 被求然克看到 求然克也是想起来革命 而且财富多 武功高 不愿做第二人想的人物 他看现红服女的长发 认为是极贵之香 不禁在窗外瞪眼看 被李静发现了 正要拔剑相向 这时红服女也在静中发现了求然克 于是目指李静的愤怒动作 由李静出来询问 接谈以后做了朋友 李静说明要去投太原公子李世民 后来求然克也到太原访李世民 由李静为两人介绍 笔记上记载 当时李世民是不山不履与求然克相线 一见面后 求然克陷到李世民的气度 心里冷了 认为天下第一人该属于他而不是自己 就不多谈 转托李静再约李世民 第二天在太原郊外一个名胜区良亭中 和求然克的师兄一起见面 李静如约陪李世民前往 求然克正和一位道士在亭子里专心下棋 李世民和李静也不打扰 只在旁边看棋 那位道士就推开棋盘说 师弟 这一住 我们输了起来就陪求然克走了 后来求然克把自己的兵器 财富 全部送给李静夫夫去帮助李世民统一天下 做开国功臣 并且告诉李静 十年后海外如有大事 就是自己成功的一天 果然唐太宗统一天下 有一天接到浮渝国 有说是吉林 来的情报 浮渝的领土被一个求然的人征服了 唐太宗 李静 彼此都会心的一笑 那位朋友也成功了 我们引用这个小说 便是用来说明崇德的意义 一个人得业的成就 和一个人的风格 品行 风度 气质都有关系 有了这样的成就 在外表上是可以一望而知的 第二点修逆 所谓逆 是一种心理作用 所以这个自从心 以心理状态来说 人的理智情感 莫有办法压制下去的 有许多人讲究静坐 但第一步 内心乱七八糟 思想就莫有办法平静 譬如遇到一件令人生气的事情 表面虽强作无事 若能把那种愤怒的心放开 那就更好 更美 但是这种不平之气 往往是压不住的 这是内心修养很重要的一步 如果这种内心的修养做不到 外在的崇德就不会真正完备 所以修特是内心真正的修养 在现代心理学上讲 就是把自己矛盾的心理 理智与情感的矛盾 求得平和与安详 第三点变获 就是做到有真正明辨的智慧 对于善恶 是非 情势都料如指掌 莫有迷惑了 樊池问了这三点以后 孔子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太好了 也太大了 这三点如果都做好了 就入于圣人的境界 在孔子学生中 樊池并不是第一流学生 但是他非常勤奋 所以孔子告诉樊池的 不是深远的理论 而是其实可行的道理 孔子说做人做事 只要先去做 不问自己的结果利益 以后自然会有好的成果 这便是先是后的的道理 这四个字看来很容易 做到很难 尤其现代社会的风气 大家每做一件事 先要考虑有莫有价值 所谓价值 就是问候果对自己的利益 这是通常的心理 可是孔子告诉樊池 做人做事先不要考虑自己个人的利益与价值 认为是善的就先做了再说 后来自然有成果的 这就是得业 其次 专门反省自己的错误 不挑别人的毛病 这也是做起来很难的 因为人都喜欢挑剔别人的毛病 很少反省自己的错误 现在要反过来 专找自己的错误 不挑别人的毛病 就很难做到了 而儒家 佛家 道家的修养 都严格的讲究这一点 做到这一点就是修腻 有些人为了一点小事 生起气来 把自己身体生命都忘记了 要与人拼命 犯了法弄出纰漏来 连带父母 妻子 儿女都受了罪 这不是最笨 最糊涂的事吗 这三点孔子在这里是这样解释 我们要特别注意 下面一篇当中 还要提到这个问题 这里是孔子针对凡池的程度 所做崇德 修腻 辩和的解释 实际上这三点所包括的内容很多 很多 不过这里虽是引述孔子对凡池说的道理 也就是一般人很容易犯的毛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